89个月 这是2009 您可以自己算看看 89个月 那才多 一月不差 1448 再来 这里不是还有一个低点吗 对对对 这边还有一个低点 你算到这边 55 也是在4月份 对 这个叫做肺波南极转折 这个4月份 有多少转折 我只提最大的 55 89 144 全部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问你啊 宣哥 所以友达是不是 用肺波南极 这个系数来做是最 铁定 你看 12年 我讲的不是144天 144个月 12年就这一招 但是在这个地方 就会没人看好它 对啊 公安一五四处 如果看这个准 就告诉你 友达这里一定是 至少一个大历史的底部 对不对 所以它不会这样跌 这个去反射什么 台股不会跌啦 全市场没看好的烂股 都不可能跌了 没错 还会跌吗 对 你觉得还要跌 友达是什么 像八角喔 你觉得未来还是空头吗 景气还是往下摔吗 我们的面板不是剩下八毛钱 友达干脆关门就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逻辑 但是 但是会这样吗 这是见仁见智啊 有人如果你要基本分析 就会认为这样 我从技术面 哪里都好 这不是天吗 对不对 难道这是人算的吗 不是 好 感谢宣哥了 所以照他的这个研判 这个友达从八点零三块 已经涨到了十一块钱 您看智克喔 他是就这么样 大家唱衰他 利空淬电下的一个大底部 长成这样 现在是带大量 博洁讲友达 宣哥做点补充 我们整个还没讲完 刚刚那张字卡 这一张字卡 才是您最在乎的 未来即将除息的指标股 向台积电复制它的模式 完全填及涨上去的 有没有 回来之后继续追台速 是天敌老师的大主题 当然台速越刚长 现在这个问题是越演越烈了 可是回到现场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 台湾越南的贸易量 到底有多大 也会国跟国之间的贸易 受到打击吗 宣哥在讲友达 其实应该很多投资人 是很有兴趣的 我们看一下友达的日K 因此我博洁 要一点小结论 如果照刚刚宣哥的研判 友达的攻击动能 应该依旧存在 现在又带大量 所以如果投资人 有介入的 或者想介入的 操作策略呢 好 我先补充完 再讲策略 友达为什么最近会涨 除了刚才讲 外资回来买之外 最重要的 你看最近3DES 什么叫做3D 这个TFTLCD 就是面板 LED 滴润 再来太阳能 其实都是相对低档 整理过有上来 因为他们价格也都在涨 应该说他们的 原物料的报价在涨价 尤其面板的 32寸的面板 这次报价涨了6% 40寸跟43寸也涨了1% 所以让友达涨上来 他是有基本面的动能 短线我认为 友达在急涨过后 他会震 但是呢 不会马上就结束 为什么 因为至少他的报价上来 你看上一次的范例是谁 宏基 2353的宏基 那个是完全没有 基本面的东西 对 他可以这样涨 对不对 10块涨到15块 然后震荡一下 对 那我是觉得友达 可能没有那么强 但是至少就目前来看 外资进来买了 基本面也上来了 那也要除息了 所以短线应该还有机会 这个短多是没有结束 但是操作上记得 买黑不买红 这个很重要 您建议参与友达的除息吗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他的息不多 而且现在是又在他上面 外资也买 投心也进来 所以这个是有动能在推的 他配三毛半给您 如果您参与友达的除息 现在给他买进去 然后下个礼拜 友达除息 他不是会有一个除息的 跳空缺口三毛半吗 所以除非友达 因为他您参与他 除非友达在之后 涨回去除息的缺口 您才算赚到了 他的这个 因为他股价是掉了三毛半 才算赚到他的股利 股息所得 是这样 如果说又要赚价差 因为这个息赚到 如果除非补到了三毛半之后 涨回去再涨 您才能够算 赚价差又赚他的息 这个观念很重要 那接下来还有细创 我想细创是这个 IC设计里面 少数算是获利稳健 然后外资又常常会进来买的公司 那如果你看到股价 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在前一波 也算很强 都是股价慢慢往上来做 这个垫高 那没有经过几涨 所以像这种相对来讲 它也是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像台达电的部分 这不用讲 这个是绿能产业的这个龙头 那在这里来说 我想外资也是蛮青睞 这档股票 那再加上说 这个也具有全职的概念 你看整个趋势 还是慢慢往上走 台达电 我们时间再长一点点 因为以前当大盘没亮 台达电的股价 你看都往下掉 谁在聊台达电 这么大型股 又是外资持股比例 高达七八成以上 台达电 可是时间缩短了 就在今年年初之后 124块的低点 就这么样底形打出来 所以2016年的上半年 是不是都流行 又大又老 然后又外资青睐 持股比高的标的呢 那2016今年的下半年 七月份了嘛 还是会流行这种 又大的 然后大牛股 继续在往上吗 答案呢请问 我想刚才有讲到 具有龙头地位 而且第三季会往上的 这种大型股 它还是有机会 它有吗 它有啊 它就是龙头嘛 那再来第三季 本来就是传统的旺季啊 所以对它来讲 都符合这个选项 那我这个我们看字卡 筛选的里面还有一个什么 最近十天外资有买的 它也有符合 所以这边就是 帮大家先筛出来说 最近外资是买的 而且他们又是产业龙头 这样机会比较大一点 好 那我们再往下一页来看 这个未来还要在除全席的 除席的包含什么 像这个电竞的这个技嘉 这个技嘉这几年也是都在转型 从这个PC啊NB啊 转型到电竞相关的产品 不管是滑鼠键盘等等都有 这个点我有兴趣 你看配 鼓励现金配了两块半 可见也有赚钱 我印象当中啦 做那个电竞电脑的 电玩竞赛的 其实那些要很厉害的电脑 微星应该是跑在前面 微星的日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技嘉跟微星本来都是那个老PC嘛 老电脑公司主机版的 可是你看微星长成这样 然后再看技嘉 技嘉的表现 好 你看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是不是微星做得很好 在电竞电脑这一块领域 所以技嘉发现到说 你看微星都能够这么做 这么样的转型 赚这么多 我技嘉就学它 所以技嘉有可能复制微星的模式吗 应该是这样说 两家公司其实都在同一个时间都有切进去 那只是说以股价的表现来看 微星比较强 因为这个成长动能看起来它比技嘉高 但说真的 其实两间公司的产品 其实都还不差 而且都有切到重点去 包含你看那些选手戴的耳机 用的滑鼠 甚至键盘 甚至这个专门为玩游戏设计的电脑 其实都有 所以我想这个在微星拉上去之后 刚好技嘉最近要除息 我就抓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符合要件 产业也是往上的 那我就把它放进来 它现金殖利率 时间帮我们拉长 它今天的股价收多少 今天既加收38.6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金殖利率这么高 它配2.5去除以38.6 你看现金殖利率才会高达6.5% 6.5如果说它股价再涨上来的话 其实现金殖利率是会往下掉的 那往下掉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再做布局吗 请问 我觉得目前来看 你那个图不要走 你会发现它有没有打了一个 类似大的头肩底 头肩底 左肩右肩都看到了 它的股价是经过修正的 所以至少这个短线上 它算安全的 它不是那种飞在天上的 那再加上我刚才讲 产业的时间开始慢慢对它们要有利了 所以这个是有动能可以往上推的 另外往下看生计股 7月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生计月 因为每年的这个7月对于生计股来讲 它就是一场大拜拜 不管是新药 制药 原料药 甚至衣彩等等 那刚好你看到联合 最近这个也是外资很喜欢买的这个标的 它是联合股科对不对 对 那因为今年是有打进去中国大陆这个区块 那再加上说 这个彭总裁今天不是有呼吁大家要多生小孩 为什么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个主题 人口老化 没错 人口老化对于联合这种公司来讲 长趋势它就是受惠 人工关节 人工膝盖 膝肌背不上 会痠会痠 这种骨头有关系 都是联合股科 这个害我想到一个脚被压住 血液不能循环的广告 还有一个跑跑 脚毛是怎么走 都是一样的 这台湾现在的社会现况 对它完全是反映这个东西 所以像这种股票 其实我刚才就讲 你选龙头又选趋势 外资又有买的话 那你就是三位一体 等于是这个你怎么讲都有 有人在后面帮你讲 所以这种你都可以看 那像接下来像群创刚才友达讲过 其实这个这两档它是维持轮动 那另外像远传 远传这个也是要讲一下 为什么 因为电信股 大家还讲 盘好的时候电信股不是没人要吗 盘不好的时候电信股大家拼命要 你看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的日线 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你再拉长一点 你会发现这个像电信股 像电子的标股吧 对啊 就一路往上一直慢慢走 听说中华电信 我听说的 说中华电信 他们的土地资产很多 他们现在都在想办法 土地资产那块地 要进行活化 是不是这样带来期待 这个有 但是我觉得中华电信现在大家最期待是什么 他们现在电信公司学聪明了 这个吃到饱的费率开始把你往上拉 尤其在4G这一块 他已经开始做这种所谓分极制了 你看现在可能800块900块 11001300 中间有很多不同的流量 但是你真的要吃到饱 已经要缴到14001500了 所以对于电信公司来说 4G现在开始在收成 那这个相对的 这个法人在这里他就会青睐 另外包含像联勇的部分 这也是机器比较低 但是刚才随着面板开始上来 所以我说刚才这个族群里面 大家其实自己去找 第三季产业会往上 外资最近有买的 再加上它是产业的龙头 或次产业龙头 我想这些都是相对 除息安全的标的 这张刺卡当中 还可以读出一个 刚刚我一再要提醒大家的 你可以发现到 同样都是除息未来期待性 可以完全填息的 可是你期待我期待 大家也期待 不知不觉股价就追上来了 所以当股价联合 群创股价这么一追 股价涨上来 配息就是涨这样 你看现金吉利率就会往下掉 换句话说 现在你看到的G加6.5 看到了联勇7.5 如果大家又追进去的话 股价涨上来 股息吉利率 现金吉利率 可是会往下掉的 它是一个相对观念 你去看那个公式就知道 再次与您最佳分享 不过刚刚看到了第一章有台话 我心就有点揪着了 虽然台话下个礼拜 也要储全席就台塑四保了 现金吉利率很高 可是今天对台塑家族而言 是一个 应该是集团史上一个 海外投资很大的 挣扎跟挑战吧 台塑在越南的炼钢厂 他们因为独鱼事件出来 大家一排阵 郑重道歉了 这样子 可是越南的民众 也因为台塑集团 这样一个鞠躬道歉而原谅了 越南的民众现在都走上街头 大抗议 为死于案的延伤 现在继续在抗议 一张两张 现在越南政府就在担心 担心什么 他担心 这件事情如果控制不了的话 控制不下来 很有可能 越南民众会因为 这个台塑的炼钢厂的事件 而造成了暴动 我们也不知道情况会是如何 可是整件事情有点像罗生门 超级戏剧性的 我念给大家看 你就会觉得说 本来不是没事了吗 怎么现在事情越演越烈呢 台塑越南废水案 现在剧情突然大逆转 突然转弯 因为事情时间得拉到了4月23号 4月23号 越南媒体报道 说中部海域发生了百万顿的鱼群死亡 怎么回事呢 影射台塑月缸废水污染 24号 越南资源与环境部 它是一个重要的部门 一个部门 初步调查 台塑排水合格哦 看到关键字了吗 换个颜色 它是合格的 鱼群暴毙与台塑无关 看到了吗 这是在4月24号的政府调查的结果 不料4月26号台塑腰媒体进入厂区来关厂区嘛 说我们是没问题哦 结果呢 月缸厂的公关 你为什么要失言呢 他说啊 进场或抓鱼 你只能够二选一 人家都说你没事了 你带记者去看 然后又说二选一 不就说好像有事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 不知道这句话太重要了 好再看时间走到了 6月份5月1号 5月1号呢 越南民众示威抗议台塑 之后呢 民众速度抗争 就因为刚刚的那个越南厂的公关失言 失言之后 国际媒体又大肆报导了 然后报导之后 民众才会在5月1号又抗议嘛 6月15号 越南官方说台塑需要补税 23亿台塑首座第一座的高炉 延后投产 就没有办法投产了 30号 越南政府最新的了 越南政府记者会指称 台塑工厂建筑跟营运违规 所以呢 制废水导致了废水毒鱼 鱼才会死了一大堆 台塑需要赔偿161亿元 人家说这是台面上的 台面下还不知道要赔多少钱 甚至呢还有台塑的高层 被扣在越南的海关初步来 种种事件更让大家疑惑了 到底其中是多复杂性了天敌 对我想这个事件本来应该是要落幕了 因为当时他们的调查团 调查出来之后 因为台塑的越岗它还是在试车阶段 并不是正式的一个运转 所以基本上它的一个影响没有那么大 那当然如果这个公关的这句话 我认为如果这不是白木 什么才叫做白木 对呀 真的是白木 因为它是说它竟然说你到底是要建厂 还是要钓鱼 你要钓鱼虾还是要建厂 你去问所有的这个 现在脸书这个所谓的网路上非常发达 所有人都会告诉你 我挺鱼 所以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现象 这个暴动的出来来自于这边 当然更重要的是刚才瑞涵提到的 就是他们的总裁 就是台塑集团的总裁王文渊 曾经一度被禁止出境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是蛮严重的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关键点就是 这个事件的延烧到后面会产生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比较重要的关键点是 这个台塑的越岗厂 它是台湾我们对外的第一座 那么高卢 那这个高卢没有办法点火 没有办法点火 因为它投资的金额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赔偿的部分 除了这个原先的这个五亿美元之外 另外还有七千五百万的一个 退税的部分要退回去 所以我这边写到了 台塑集团将赔付总额 大概五点七五亿美元 五点七五亿美元是多少呢 那么大概就是一百这个 一百多亿台币 对一百多亿 一百多亿 一百八十五亿 对对对 一百八十五亿百八十六亿的台币 可是别忘了一件事情 我那个高卢没有点火 我投资进去了一百零五亿的 美元的一个这个金额 是不是一样是要赔掉 炮仓 对我把它加起来 对我把它加起来之后是两百九十亿 两百九十亿的一个美元 到底是多少 那么相对 两百九十亿的一个台币 所以其实它真的问题是出来哪里 就是四月二十四号 你说无关之后 四月二十六号 我们的朱姓经理的公关 又开始讲了那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才是最重要关键 所以原先如果是中国的部分 因为两年前五月十三号的时候 越南就曾经出现过排华的一个事件 那时候好严重 当时中国在南海去那个砖油 探勘石油 所以基本上就是越南派出军店 来跟它对峙 所以对峙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就造成了当时就有一阵子的排华 在两年前 去年的越南排华 前年 前年它的引爆点是中国 中国 台商那时候是受到了波及 大家想说要不要撤 很紧急在前年 那这一次是我们台湾的台速就对 但是这一次我们台速的这个 会像前年那么严重吗 应该来讲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不会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应该都都可以解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越南的经济体是刚起步 对 一般来讲 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它可以有很大的容忍度 不去容忍你的环境污染 对 这个地方 所以你只要处理得当 我觉得这个事件 慢慢还是会落幕的 所以您刚刚也看了时间表 照正常的流程 这也是我揣测了 会不会在4月24号 越南的官方 因为我经济在发展 您来这边设厂 带动我的经济 这是我希望的 所以越南呢 他们的高层政府 本来在4月24号 就已经帮台速集团 已经说 对 培经关系了 对 培经关系了 就说帮你案子 已经有点压下来了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所以关键点是在这儿 公关失言 所以这次会不会 回到现在五六月份 因为现在我们的 越南政府看得出来 已经有点点 靠到民众的那一边了 看下一页 六月 五六月份 所以这次到底越南政府 还会不会帮台速呢 您觉得 他现在已经要 要求我们罚款 我们也鞠躬了 鞠躬道歉之后 就是认罪的概念 就是用钱解决 对 只好用钱解决 所以现在要做的 就是平息 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平息 民众的怒火 那当然如果 我是他的发言人 我会这么说 我会说 很抱歉 造成污染 然后呢 那么将来我会回馈 给所有的 沿海的居民 或者我应该这么说 我提供你更大的优惠 或者是所谓的 补贴 对 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基本上影响就不会这么大 他就没有像你那样会讲话 他就要你二选一啊 越南什么时候那么环保了 我非常怀疑 对啊 因为他在放 你刚才还没真正开工 你能够污染多少 他政府说我鱼也没事 对不对 越南什么时候那么环保 对啊 他的国土满天 满天都是被美国 撒的那个菊祭耶 菊祭啊 人啊 人体都是变成七星儿 对不对 以前啊 对啊 除草祭 除草祭嘛 就菊祭嘛 就是那个月战的时候 不是撒了那个鱼姬 那个后遗症多长 越南不是一堆七星儿吗 对 你又奈何 你也出来抗议一下 他也没有对美国怎么样啊 他们 所以我们就 国小被人欺啊 对不对 对啊 我就是想说保冈武冈 所以宣哥照你的研判 保冈武冈应该也不是 环保没有做得很好 应该是环保不会做得很好 可是他不敢去得对中国就对了 当然啦 对不对 这是国际现实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中共那么大你怎么样 对啊 而且你会发现喔 我一直在看那个日期 对对对啊 跟520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看一下日期好不好 第二章 来到5月1号 所以正在的事情爆发 比较严重的是在 越南官方说 你得交 你要补税 6月15号 6月15号就在520之后咯 是官方的态度嘛 对啊 我看起来是形同热索啦 但是你又奈如何 对不对 是不是 这官方不是6月以后了吗 对对对 台数如何 台湾很大的产业啊 问题如何 对啊 你的靠山呢 嗯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 刚刚天底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 如果说真的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希望事情不要越严越烈 因为民众的抗议声浪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担心会暴动 如果能够控制下来的话 我现在要问台湾跟越南彼此之间的贸易量大不大 会再扩散冲击到吗 目前看起来还算 他因为统计资料从1988年到2014年 所以这一部分的一个资料 那么大概是284亿 我们在越南的投资 那美元 我这边讲的美元 那我们是台湾出口越南在2014年 当时是97.1亿美元 是第四大的外资 第四大 对越南来讲 台湾是第四大的外资 那很重要了 他如果把你台湾的台商把它赶出去 的话第四大外资来源 全部都是净汇出了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越南的官方 应该会比较平稳的来看待 那相对来讲贸易的部分 他当然对台湾来讲进口 我们从越南的一个进口的部分 大概对我们来讲是第十七大 所以我想这边来看的话 包括像我们出口的部分 那么进口的部分 金额是25.5亿美元 那我们出去的是机械 油品 钢铁 电子零组件 那进口的部分就是 纺织成衣跟鞋类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越南其实 应该这么说的 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台商 是在越南设厂之后 回销到台湾进来 我想这一部分也是主要的关键 那您讲到台商 我想到了 我假设啦 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民众的抗议 还是压不下来的话 我们台商在越南设厂的这一些 怎么办呢 会受到影响颇及 当然先关闭 先不要出门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度过这一段期间 因为一般的人民的那个暴动 或者是示威游行等等 这一部分它会有个时间性 时间拉长 不要再 对不要再让那个新闻 再进去缴获就行了 这张字卡结合很重要 我再帮您读出了玄坏之音 您看仔细 台湾从越南进口买的东西 它们是我们第17大的出口市场 那台湾出口到越南 是第4大的进口来源国 换句话说 因为我们东西卖给它 我们是它的第4大的外资投资 所以台湾对越南经济的重要性 第4大当然更重要 重要大过越南在台湾GDP的重要性 在外贸市场 这是第4大跟第17大的 这个意涵与您做点掌握 当然了 这个台湾集团有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整个家族 陆陆续都要除息了 这么多这么大的台湾家族 谁的除息来广告前请看 这样这些公司党党重量级的 投资人也很关心 谁填息完全填息 几率是很大的呢 天敌帮您做掌握 还要再掌握的这件事情 对我们而言是何等的写事 因为洪海跟夏普要结婚了 结婚日期定在6月30号的昨天 为什么婚结不成 因为听说中国大陆say no 请问干他啥事呢 抓出来仔细追 您怎么会知道说 为什么调查会突然大翻盘 内幕呢 刚刚炫歌天敌都讲得好清楚 希望您听得懂 美国中国他们都不敢 台湾现在却闷着挨打了 总之情况是这样 可是呢我还是要给台塑集团家族案好几个赞 哪怕遇到这么大的海外投资的困境 哪怕去年的油价 去年油价有多惨 一度在去年 应该说今年年初的时候 去年下半年重挫崩跌 来到了今年的1月份 最惨跌到了每桶26块 应该说2月份了 2月11跌到了每桶26块美元 历史新低 然后在104块 2014年的104块跌到26块 这段过程当中的2015年 这一大段 油价是跌的 台塑集团是靠油在吃饭的 为什么油价崩跌 台塑集团就讲台塑四包好了 配出来的股息 好厉害啊 3到4块钱左右 所以才会有那么高的股息殖利率 我想问的陈隆 台塑家族怎么做到的 对我要讲给大家听 就是说油这个东西 大家要分清楚 这个是基本原料还是加工后的 以台塑来讲 台塑集团它不是在卖原油 它如果是在卖原油的话 就会造成刚才瑞涵所讲 国际油价大跌 那原油越卖越便宜 对它卖油的只有台塑化 但也不是卖原油 它是卖给我们加油的油 对 那通常来讲 我们讲台塑集团是 进原油以后来加工 对吧 我有清油裂解厂 然后裂解完以后 从基本原料再裂解成中间原料 对 那基本上所谓的基本原料是乙烯 那这个乙烯呢 我现在讲的重点 这个大家注意听 因为大家平常不知道 对 一般来讲我们的乙烯 是原油进来以后呢 它有一个石油脑 好 跟你讲 陈隆来请上来 因为不是每一个产业 大家都那么了解 可是你们拍一下那个浪井 关一个前线百分百 这个桌子 老师喝的 电脑 所有的 都帮我拍个大浪井 所看的 您眼前所见到的 几乎最上油 都跟塑化 以石油提炼有关系 对 对不对 基本上来讲石油 它是一个最基础的原料 没错 那石油我要把它变成 可以用的东西 变个桌子 变个杯子 变成那个手环 什么这些等等 对我要经过清油裂解 原来刚刚讲的 我们透过了流程图 你就知道 常常听瑞涵在讲说 你原油 或不然它原油 指的就是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个原油 然后原油呢 接下来这是提炼吗 还是怎么样 清油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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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衣服啦 裤子啦 这些 所以这个地方清油裂解 裂解之后有丙烯 有没有看到 乙烯 丙烯 丁二烯 接下来就是关键了 还有一个丁二烯 对 所以提醒您哦 这边的区块 跟台湾是高度相关的 对 因此呢 看懂了 我们来个白板 就从清油裂解之后 乙烯 丙烯 这边来讲起 对 所以在瑞涵 讲的那个流程图 基本上是从原油 对 原油把它变成 我们刚才讲 所以比较最重要 我讲的是乙烯 乙烯 这个是用途最广的 好 乙烯 好 那一般来讲 包括现在台塑 在六清的 清油裂解 都是走这一条路 可是走这一条路的话呢 基本上原油的价格 就很重要 对 原油如果跌的话呢 你是不是会有 库存上的损失 对 我当初进了一大堆原油 这些原油赔钱的 你知道吗 我们买在50块 现在跌到20块 对对对 我就要提列账上的损失 对对对 好 可是如果我今天 有另外一条路 现在台塑基本上 他去国际上 大幅的在盖石化厂 你知道他盖在哪里吗 哪里 他不是盖在越南 越南是钢铁厂 台塑越南是钢铁厂 他去美国 美国人工那么贵 他为什么要选择美国 因为美国最近 新起了一个 页岩器 页岩器革命 我不知道大家 我们听过一定有吧 有 所以我们现在 又多了一个页岩器了 好 这个是页岩器 我问你 你知道吗 页岩器 先问一下 他那个页岩器 挑在美国 台塑挑在美国设厂 是不是因为页岩油 美国是页岩油 很大的生产大国 对 所以生产页岩油的时候 就会有页岩器 在设在美国 对 页岩器这个东西 就是我讲白话一点 就天然气的一种 对不对 他就天然气 那如果呢 因为天然气 比原油便宜更多 这个大概只有 它四分之一的价格 是哦 好 如果我有一种技术 我提炼乙烯 可以不要透过原油提炼 不要用油提炼 我直接用页岩器来提炼呢 那我这个乙烯的价格 是不是就只有 二分之一的价格 所以用页岩器提炼出来 提炼的也是乙烯 也是乙烯 同样都是可以用的 对 也是乙烯 可是我的价格 是不是比在台湾做 或者说透过原油的方式 我便宜一半 当然啊 它十块就五块啊 对啊 好 那我再从乙烯 再去做成加工品 大家有听过聚乙烯吗 有 聚乙烯的英文叫PE PE叫聚乙烯 那或者呢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聚氯乙烯 聚氯乙烯 或者本乙烯 这个有 这个都是从乙烯再去合成的 那这一些东西哦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看股价 我们直接看股价就好 我们看这个台化 1326的台化 台化过去这一年的股价走势 其实算很强对不对 当然啊 那台化基本上来讲 它现在有很大的比例是在做SM SM呢就是本乙烯 本乙烯 好那我们讲 本乙烯不只台化在做啊 台本也有在做啊 国桥也有在做啊 那如果你台化 因为你本乙烯而能够涨的话 那理论上来讲 台本是不是也应该要涨那么多 对 国桥是不是也应该涨那么多 是啊 那我们线都不要化掉 我们直接换1312的国桥 线不要轻哦 1312的国桥 你看它有没有那么强 没有 没有 1310的国桥 这个台本 这个台本有没有那么强 就没有 对不对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都做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的成本不一样啊 我台本 我国桥的乙烯是贵的啊 我是从石油脑那边来的啊 可是我台硕 因为我自己美国有乙烯厂 对 我自己有青油列结厂 它是页炎器 便宜二分之一的页炎器 提炼出来乙烯的 对 所以我的东西当然便宜啊 漂亮 所以为什么我的 你看 我们以前常常讲 买股票买中小型股 哪一档是中小型 台本中小型啊 国桥中小型啊 台化是笨牛啊 只有什么笨牛长得比较多 你再回到台化 你看笨牛飞了 笨牛为什么长比较多 那就是因为成本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原因 譬如说台座集团 本来对原油价格的操作 本来就很厉害 对 对不对 这个王文元长的 这个经口一讲啊 哇原油的价格涨跌 都在他预列之中 所以他会做一些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 说到这一点 麻烦把那个油价 再秀给大家看 这一个呢 我们曾经在 去年的时候也追过 当时呢 在今年二月份 然后我印象中 王文元吧 他说 他在对外讲 油价来到26块 差不多了啦 应该是底部了啦 所以哦 发现到去年一整年 怎么台座家族赚那么多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 市场上也有传出这样 请问是不是 反正呢 他判断油价那么样的精准 因此呢 就在这个地方呢 大买了油 便宜的油进来 然后呢 同时间哦 两手策略 右手干嘛呢 布了很多 油期货的多单 结果油期货多单 在这儿大赚了 所以两边赚 对啊 他一辈子几乎都 都在倒这个油嘛 所以油的涨跌 对他来讲 太容易了嘛 所以去年一整年 这个包括了 金融的操作 也是要赚钱的原因 本业赚钱我们刚才已经知道 他的成本比别人低嘛 所以你原油价怎么点 不关我的事啊 我是用这个 夜延器做的夜延器更便宜啊 对不对 所以我根本没有影响 反而还更赚 然后再来呢 我这个期货商品 我又操作的很好 所以从这个方面 你都会觉得 台塑集团 他真的在我的感觉啦 他比较像是 传统产业的台积电 对对对 就有那种龙头的味道 他就是有他的独占性 所以那这个独占性呢 相信当然也是 各位可以参与投资的最大原因 好赞 感谢您啦 陈荣大概也好久没来教学了 虽然画那个白板 都很用力画 所以讲到那个台塑四宝 我们做了一份资料 给您最要参考 感谢他 这不愧是专家 教得好透彻 瘦画也是一个难的产业 台塑四宝的配型 四宝帮您列出来 你看这不叫实力 什么叫做实力 油价崩跌成这样 他可以配这么多钱给你 可见的2015年的去年 他赚多少钱 除息日呢 分别是在这 从7月4号下个礼拜开始 陆陆续续都是台塑四宝的 除息的众头大戏了 因此天敌 四宝都值得期待吗 完全填息呢 对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刚刚陈荣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他们在油饼的操作上面 是非常犀利的 那这个吸力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长龙航在 我们航空也需要去做油饼的操作 但是航空股的那些公司 他们基本上操作就很糟糕 航空公司常常在那个期货油的部分 上面也是赔的 本来油降下来之后 你营运的成本下降 那你获利要增加 结果我们发现大家还是亏损 那我想到了 这长龙航空华航那些金融市场操作人 去请教一下台塑王人渊是不是 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应该是这样 但是长龙航有长龙集团 台塑有台塑集团 所以我想回过头来看的话 那么台塑四宝的一个配息来看 因为下礼拜一就是台塑化 6505的台塑化要配息 那配息四块钱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台塑化 它的一个K线的话 你会发现到 那么它的一个股价走势 其实在最近法人的一个部分 看起来也算是站在买方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油价的一个问题 它本身已经在往上涨 所以油价的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对台塑化的获利来讲 它本身获利也会增加 这一个我有兴趣 台塑化 因为天底老师讲到了 下面放外资 您画面上看到了 前阵子呢 这个台塑化的股价涨起来 是外资沿路买 刚好今年初呢 油价也跟着涨起来了 这个从26块涨到了 现在靠近50块 可是呢 台塑化就在7月4号除息之前呢 外资卖了 外资这么一卖 台塑化的股价秀给大家看 我问天底把他问清楚了 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五六月份到7月份 外资卖得好啊 因为哦 除息之前股价不再高 而掉下来 反而有利于 接下来除息之后往上涨 是不是这样 我不是乱讲的 麻烦2330再来一下 人家说2330啊 为什么能够清掉哦 那么样的顺利时间缩短 那么样的顺利呢 填息 那是因为呢 涨起来如果在这边除 就没有那么厚康了 偏偏呢 感谢英国托哦 把他股价踹了一脚 然后外资 啪就把他卖了下来 才让台积电呢 因为股价在除息之前 先大跌了嘛 才会这么样的快速填息 我的研判对不对 请问 对没有错 因为现金殖利率的一个概念 它是股价的部分在分母 对对 所以分母越高的话 那个那个 他的一个现金殖利率越低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当然台积电的部分 他的填息 是造成外资愿意回过头来 我认为了 下礼拜会不会在回过头来之后 那么去买进一些除息的一些 含息的一些个股 对我的意思是说台塑化 台塑化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台塑化现在呢 反而最近呢 外资由买转卖 看一下台塑化的股价 所以让他的股价 没有顶在高点 反而有点掉下来 而掉下来 如果刚刚除息 股价因为已经掉下来了 反而填息几率大 我的意思是这样 请问 对没有错 所以我该谈到说 目前来看的话台塑化 我认为他填息的机会是有 赞 对因为毕竟 现在参与除息的意愿在增加 好 那其他的标的呢 我想第二档 我们来看一下台塑好了 我觉得台塑比较重要 因为台塑一个 他的这个案子出来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台塑1301的台塑 他要配息三块六 那三块六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状况 因为台塑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外资的部分 虽然没有大买 但是似乎也没有在大卖 因为越刚的问题 如果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的话 其实台塑在今天 不应该拉出一根红棒 所以今天的带量长红棒 并没有看到外资站在卖方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来看台塑的话 那么基本上他应该是在整理之后 有机会再做一个填席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利空袭击拉出红棒 您也就研判 应该事情可以 事情要告一段落 我觉得台塑的越刚场的这一部分 慢慢会占告一段落 第三档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台南亚好了 这个南亚的一个部分 1303的南亚 那么因为这个地方都比较偏向是属于塑胶的一个部分 南亚的部分来看的话 如果大家去看他的一个K线的话 你会发现到一个关键点 外资似乎是站在买方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南亚的股价也从高点杀下来 就从六十八块修正回来 所以从六十八块修正回来之后 在短线上面来讲 那么就应该有机会形成 所谓的一个填席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部分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 好 感谢天敌 然后刚刚的市长标的 我觉得观众朋友真的很lucky 因为刚看那个线图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前面四党标的因为高配息 大家很爱 大牛也会飞 所以股价创下波段新高 可是就在除息的前夕 股价回档了 我就像刚刚问天敌的 这回得好 因为股价没有在高档 回了一下除息之后 反而往上填息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宣哥这样的逻辑是对的 对啊 当然 下个礼拜嘛 基期很重要嘛 对 所以掉下来就是您的机会咯 赚这样一个价差 但是呢 我们也想赚 赚的是洪海跟夏浦 结婚之后 未来的生活美满 股价的上扬 可是呢 竟然就在今天 出现了大的变数 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昨天 结婚大喜之至 洪海跟夏浦 没办法结婚呢 理由在这儿 原地洪海夏浦 是在六月底 就在昨天六月三十号 要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 七月一号 洪海正式入主 夏浦总部正式经营 可是呢 日本媒体就说啦 因为中国大陆的 反托拉斯的审查 没有结束 还在调查 造成了并告案 没有办法如期 在六月三十号 他们结婚完成的主要原因 什么叫做 反托拉斯的调查 常听到 但是不甚了解 请问 我想这个反托拉斯 它就是透过 这个规范企业之间 这个所谓反竞争的行为 讲的白一点 就是说 它怕一家公司太大 那去垄断 或是独占 或是联合其他公司 来把这个 某一个区域 某一个市场 让其他的公司 没有办法在里面竞争 所以这个反托拉斯 你像台湾 我们就叫公平交易法 那在大陆呢 就叫反垄断法 那它的整个内容的精神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限制这当中 企业竞争的行为 包含独占 结合跟联合 这三个 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这三个的行为 我就可能视你为有 这个触发到 这个所谓反托拉斯法 这个法令的这个问题 如果再讲白一点点 反托拉斯法 如果今天呢 这些企业可能会违反 它的最大前提是 A企业 B企业的整并 两家企业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在世界当中呢 应该是数一数二 数三数四的 但是呢 这个A加B呢 整并起来 合起来就越来越大嘛 但是大到怎么样的程度 大到呢 如果A跟B的东西 卖到某个国家 而这个某个国家呢 他们买你们东西 的总市占率 已经超过了 二分之一以上的话 那么A跟B的整并 就得经过那个国家 因为我买你们东西太多了嘛 要经过那个国家的同意 所以呢 才会当次的 不是联发科跟陈兴吗 他们整并 为什么需要经过 韩国的同意呢 因为他们东西 电视晶片 手机晶片 卖到了韩国 这些等等呢 已经超过了 二分之一以上 也要经过了 美国同意 原因就在这儿 所以这次反托拉斯法 要经过中国大陆的同意 也是这样 对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蛮奇怪的 这个待会再讲 那其实反托拉斯 最重要的 开发中的国家 常常把它拿来 当一个武器 什么武器呢 这个刺激经济发展的工具 因为你要这样想 比如说 在中国大陆 某一家公司独大 他把下面所有小公司 都压死了 那只有这家大公司的 这个同时呢 这个经济有办法活络吗 可能就没有 如果你是很多很多公司 同时生存在这个市场 你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大家会一起繁荣嘛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开发中国家 甚至是以开发国家 常常会拿这个东西 来打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就是这个原因 好 那这一次 这个鸿海跟夏浦 这个受到中国出来喊咖的 这个主要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大陆其实在2007年 就已经开始立法 2008年开始实施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所谓反垄断法 因为鸿海跟夏浦 在不管是面板或家电 它有龙头领域的这个地位 所以它必须经过这个审查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面板的部分来看 其实面板的台湾的 这些面板公司 那奇怪了 关鸿海什么事 对不对 关夏浦又什么事 它的市占没有很高啊 那你说家电好了 大陆人最爱用的家电 是他们自己的什么 孩儿啦 美德啦 或是其他的 是自己中国大陆 本身家电的品牌 所以 你这个审查 照理来讲 应该很快就审过了嘛 因为他们对整个中国 这几个产业的威胁 并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大 那怎么会 这个中国大陆说 我为了预防制止 你们有这个垄断的行为 所以我审查 但是这个时间 我可能要拉长 我懂你的意思了 伯吉的意思是说 就算鸿海 代工 代工也算在领域当中 代工或制造出来的相关的产品 再加上夏普的家电啊 等等面板啊 加总起来 两大品牌 在中国大陆的总销量 也许大没错 但是因为他们大 他们产品项目呢 其实是比较杂的 对中国大陆 他们那些的品牌大厂 或该产业的冲击 应该不会打击那么大 可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就一定要反呢 到现在的反托拉斯的调查 就是不让他们两个快速通过呢 他的言下之意是这个 所以莫非中国大陆的反托拉斯法 针对这件事情 还有自己的盘算吗 回来之后听看看 更奇怪的是 我们呢 人在台湾 然后呢 中华民国的国籍哦 买的是台北股市当中的股票哦 既然收到了 美国国税局寄来的 要报税 缴税给美国 这怎么回事呢 我想想也对 博洁刚刚那张字